Hello大家好,我是蔡树 今天来说一下日本传说中的五大名刀 在古代,限于科技的不发展 而且日本本身就是一个相信怪力乱神的国家 因此他们的国宝及古宝刀上 都带有这样那样的神奇传说 当成故事来听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说的是雷切 顾名思义就是砍雷的刀 连活影里面都有这名字的忍术 可见传说范围之果 传说此刀是战国时代名将利花倒雪的配刀 此人在战场上是战神一样的人物 被后代誉为九州军神 活到了73岁 传闻道雪年轻的时候 在盛夏炎热的一天 他在树下乘凉五岁 这时候突然下起了雷雨 并且有一道雷打向道雪 道雪下日式的拔起爱道千鸟会战 脚也因此受了伤 然而道雪与战场上的勇猛 再加上此大难不死的事 逐渐被美名为雷神的化身 又名鬼道雪 就算脚受了伤 腿力也不比健全者差 往后的战衣仍有配安骑马奋战的记录 晚年才有六名士兵扶着抬轿子 哀刀千鸟则因此改名为雷切 这里做一个推测 有可能是利花倒雪被雷劈过 但是侥幸没死 只是劈伤了脚 被雷劈重不死的人虽然少 但确实是有过不少幸运 本身这事说出去就挺牛逼的 为了更加牛逼 就编了一个劈雷的故事 之前做过一个刀劈子弹的解析视频 日本最牛逼的拔刀斩高手听景信 最高纪录也不过是劈开时速800公里的棒球 雷的声速就已经达到时速1200公里了 电速比声速还要快很多倍 所以看见雷电劈下来再拿刀斩 第一无人可以做到这种反应 第二是真不怕死 但是这个故事对于一名将军来说 可以大大的增加他自己的名气 雷都敢劈 劈人不跟玩一样吗 今天说的第二把刀 鸭切长谷布 这把刀在日本博物馆还有展出 要说是这刀出名 倒不如说是这刀主人出名 因为鸭切长谷布这把刀的故事 比起雷切这种科幻要说 弱了那不是一点半点 但是此刀主人是知天信尚 和凤尘秀吉得穿家康 日本战国时代最牛逼的三姐 刀是由著名断刀师家的 长谷布国众打造 很有记载 一名僧人在惹怒知天信尚后 逃亡至石器棚之下 就是饭碗的柜子 知天信尚手持长谷布刀 斩相躲藏在石器棚下的僧人 凭借长谷布刀的锋利 知天信尚将石器棚和僧人一同斩断 鸭切二字也由死而来 于是此刀名为鸭切长谷布 这故事真实性就非常高了 毕竟凭借日本刀的锋利 将人和桌子一刀斩断 也不是不可能 后来 知天信尚将此刀赏赐给官兵位 黑田如水 对于当时的阶级制度而言 黑田如水的官职 不足以获得知天信尚的赏赐 但是作为三杰之一的知天信尚 做事不会那么死吧 在港城之战中 黑田如水被定然囚禁一年 备受折磨以至身患重体 即使如此 黑田如水仍然没有叛变 黑田官兵位 获得鸭切长谷布刀后 便将此刀换为家宝 黑田家将其称作鸭切玉刀 世代相传保存至今 为了体现对此的重视 黑田家族在确保不破坏刀身的情况下 使用金箔在刀身处刻上 黑田筑前手 刀剑上的金像芡 也成为鸭切长谷布的重要特征之一 除此之外 黑田在鸭切长谷布的形象基础上 配备了制作精良的金仙绞青七打刀神 现如今两者皆成为日本的国宝级物品 第三把刀 童子七安钢 在诗听时代被称作天下武剑 鬼弯国钢 明目大典态 三日月宗晋 树珠玩横刺和童子千恩钢 这刀经手的名人众多 风前秀吉 德川家康和家宗相继使用过 现作为国宝 在东京国立国务馆收藏 日本人命名其实很通俗一懂 比如雷切就是劈雷的 鸭切就是从上往下砍 童子切就是砍了一个叫九吞童子的人 制作刀的刀将叫安钢 传说在平安时代中期 在大江山有个叫九吞童子的鬼 带领着一群鬼居住在那里 吃人肉的九吞童子令人害怕 这样的事情也传到了都城中 大江原赖光和几个兄弟一起去捉鬼王 这种故事按理说应该是一番大战 雪间无步刀砍鬼王比较霸气吧 但是他们偏步 他们去请鬼王喝酒 还在酒里下毒 然后凭借赖光的口舌功夫 还有硕大的酒量 直接将鬼王放停了 话说呢这鬼王呢叫九吞童子 酒量差的呢一般不敢这么叫 就好比日本没有哪个名家给自己起外号 叫什么云里金刚一个道理 那这赖光的酒量呢就更有差 这九吞童子喝多了且中毒不能动他 一刀斩下了九吞童子的头 这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不太符合吧 这明显叫不讲武德呀 而且呢别说一把锋利的日本刀了 就是个竹签子也能把中毒的九吞童子杀死吧 刀呢是把好刀在博物馆里面放着 但是这故事呢不是个好故事 竹鱼监光又叫贝钱长传监光 刀长三尺左右的态道 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名字 监光是刀匠的名字 长传呢是刀匠流派的名字 贝钱呢是个地面 现在在日本钢山县和冰库县的交界处 那个地方有铁矿交通便利 还有水源和大量木材 所以呢成为日本刀剑的锻造圣地 所以这刀叫贝钱长传监光 这刀呢能成为名刀 除了本身公益之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刀的故事呢极其丰富 简直可以称之为神话大杂会 一开始传说呢是一名百姓所有 话说百姓怎么可能拥有这么长的一把太刀呢 不管了反正传说是这么说的 这名百姓在夏天的时候呢去山里干活 为什么干农活要带着刀呢 不管了反正传说是这么说的 突然吓起了雷震雨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 拔出太刀在头顶挥来挥去 为什么不去避雨反而拿着刀比划个什么劲呢 不管了反正传说是这么说的 很快呢雷震雨就停了 这个百姓呢睁开眼睛 我的个怪怪 发现全身鲜血淋漓 而刀锋处有一尺的长度就沾满了鲜血 于是呢这个百姓非常激动 雷公正要下凡 却被这柄太刀砍到落荒而逃 回去了这是多么厉害的一柄刀啊 哎呀看这故事编的啊 比梨花倒雪了呢把雷切脑洞要大了 又有一天 他把收获的小豆带到街上去卖 由于装的太满 小豆呢从袋子里漏了出来 洒落在刀附近的豆子呢都被一切为二 这个百姓又激动了 真是吹嚎断发呀 便满街去宣扬 这怕不是个二傻的你吧 结果倒好啊 足于三颗手朝纲呢 听闻了此事 将这柄刀呢收为己物 至于那个百姓用招指头想想呢 也知道是什么下场 到了血水之战的时候 三颗手就是持着这柄太刀奋战立下了武军 于是呢千姓也知道了这柄太刀 在给予三颗手褒奖的同时呢 也将这柄宝刀收为了己物 还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香一物啊 到了千姓手中之后呢 川中岛之战攻入了武田的军阵当中 将一个叫做轮行月平大夫的铁炮手 手中的铁炮呢一刀两断 然后呢又是一通吹牛逼 结果呢被封城秀吉指导 结果呢把刀呢就被秀吉拿走了 你看装逼到了一匹吧 没事不要瞎得死 不过没人比封城秀吉更大了 后来在封城家灭亡的时候呢 此刀被浪人们卷走不知所踪 听闻此事的刀川家康 悬赏黄金三百倍 你发现这柄足以监光的人 可是呢 忽然发出了这种宣告 但还是没有人能找到 今天说的最后一个刀名 就是妖刀村镇 这把刀呢名气很大 不过呢它不是一把刀 是可以论麻袋装的刀 村镇呢是一个品牌 村镇牌战刀 男人必备的神器 知听中期到战国时的默契 除了一位著名的助刀师 名字呢叫做港七武郎入道正宗 这位武郎呢 到了52岁那年 他的助刀工艺已经到了平静 他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毕竟呢世界那么大 他也想出去看看吧 武郎召集了弟子宣布了自己要打算出去转悠转悠 但是我的手艺不能断 所以呢决定将自己的衣钵和心爱的女儿分别托付 各个弟子呢看着港七三百多斤的宝贝女儿 纷纷表示自己喜欢断刀 为了断刀呢都可以自攻 经过激烈的比拼后产生了三强 分别是村镇镇镇和镇宗 最后一个测试中呢 这个名叫村镇的年薪刀工输了 因为他打造出一把异常锋利的宝刀 港七认为啊 这把刀太过锋利 杀气太重 不适合继承自己的衣钵 这样的刀呢不符合艺术家的审美 却是战争家的质保 由杀气还适合实战 于是呢村镇牌的刀呢很受欢迎 几乎撑了潮流 在当时各个大明 四克五世人手一把村镇刀 你手上没有一把村镇刀 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但是吧 这刀用了太多 所以呢死在这刀下的人呀很多 其中呢就有后来鼎鼎大名的德川家族 德川家康的祖父呢被部下所杀 用的是一把仙子村镇的刀 德川家康的父亲又被部下叛变暗杀 用的还是村镇的刀 一次两次呢还是巧合 德川家康自己当了家主 也佩戴村镇 不小心被自己的刀锁伤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是德川家康的儿子德川信康 好死不死呢 娶了知田信长的女儿 后来两人感情不合 咱也不知道是床上不合还是三观不合 被举报谋反 我去多大仇怨 大郎起来喝药了就已经很过分了 谋杀心夫用得着举报谋反吗 知田信长呢 判德川信康自杀 但是呢抛妇这个过程呢非常的痛苦 于是呢有借错人服部伴藏 用了长刀就是杀死自己祖父的千子村镇 在夺取天下之后呢 就发布了禁令 号称村镇刀杀气过剩 有了自己的意识会让持刀者放逃 现在是和平年代 不应该再发生那流血事件 所以呢禁止持有村镇刀 否则呢将被处以急刑 妖刀村镇呢就这么出了名 当然现在主流的说法呢 是德川家康生前是一个村镇收藏家 在他死后呢 这些收藏的村镇被交给了德川家下一位主人 于是呢村镇也就成了德川一族的象征 其他家族为了避嫌 也就尽量不去配在村镇 后来呢就变成了避讳 但真相哪有故事好听 好了 本期就先说到这 日本刀系列呢会继续做 我们下期再见